在這題他想要證明這兩個角ACD就是角4跟這個角B要相等 那這邊他給的條件就是說AD是3那AC是6 另外他還有給了這兩個面積比是1比3的關係 小塊比大塊所以這個是小的比中的就是1比2 所以這邊這題可以嘗試的其實是利用相似型來做 好我們現在知道這裡是3那這是1比2 所以這段呢長度這是6 因為這是同高的三角形面積比就是底邊的比 那我們現在想要證明的這三角形就是說 我們想要證明三角形就是那個ACD 好那會相似於三角形A 好那這C對應到的是B 好那接下來這個D呢對應到的是C 那我們要怎麼去論證它呢 對首先我們會有什麼 我們會有角A會等於角A 就這個角是一樣的 接下來就利用這個線段的比例 在這個ACD裡面呢我們去比的是那個AD比上AC 好所以AD分之AC 好這裡我們算出來會是什麼呢 AD分之AC算出來會是2 好但是呢我們如果看這個大塊的三角形 好大塊三角形我們也會有 就是說今天AD對的這個邊就會是AC 好然後呢AC對的邊 這時候對的就是AB 好那AB這邊比起來呢也是這個12比上6 這邊也是2 好所以這兩個都是2 所以我們就知道這裡一樣 這兩個是相等的 好所以根據這樣子呢我們就可以推得 這個是SAS相似 好當然這邊不是一個完整的證明的寫法 我只是講一下它的精神 那證明的話你可能還是要 照著證明的步驟 一步一步把它寫清楚 好所以有了這樣的相似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個對應角就會是相等 所以就可以得到這個角V等於角ACD